讲到记录第一三一篇天然生命与救人的分别,并圣灵的果子。 讲识,1940年讲帝不详读经,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,圣灵所接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使、温柔、节制,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 西伯来书十二章五至七节上版,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,说,我儿,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,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,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,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,你们所忍受的,是神管教你们,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 九至十一节,再者,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,我们尚且敬重他,何况万灵的父,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魔,生身的父都是赞随几亿管教我们,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,是要我们的益处,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 反管教的是,当时不觉得快乐,反觉得愁苦,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,借出平安的果子,九十一。 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,我小子啊,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,只等到基督成行在你们心里。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,十四节,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草木、河街,在这根基上建造,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,若存得住,他就要得赏赐。 创世纪二章十二节,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,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上版,所以你们要去,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 铁撒罗尼加后书三章五节,愿主引导你们的心,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。 腓利比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,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,我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,这时我已经学会了。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,也知道怎样处丰富,或饱足,或饥饿,或有余,或缺乏,随是随在,我都得了秘诀。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节上版,十七节,二十五节,至于那已经嫁娶的,我吩咐他们,其实不是我吩咐,乃是主吩咐,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,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。 我吩咐个教会都是这样。 论到同身的人,我没有主的命令,但我既蒙主连续,能做忠心的人,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 十一章十一节,然而照主的安排,女也不是无男,男也不是无女。 彼得前书一章六至七节上版,因此,你们是大有喜乐,但如今,在百般的试炼中,暂时忧愁,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,就比那被火试验,仍然能坏的金子,更显宝贵。 天然的生命,与救人的生命,在出得救的人,是分不清楚的。 所谓天然的生命,乃是经过神的手所创造的,而救人的生命,乃是经过人的堕落而有的。 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,就有了天然的生命,犯了罪以后,就加上了救人的生命。 每个人都有天然的生命,除非是木头人才没有。 人犯罪以后,在天然的生命外,还加上了救人的生命。 基督有天然的生命,但是没有救人的生命。 基督虽有天然的生命,但他却不用天然的生命,乃是凭着属灵的生命而活。 信徒需要两方面的对付,天然的生命与救人的生命。 救人的生命在基督里已经对付了,现在需要对付的是天然的生命,即能够做好为善的生命。 林前三章十二节给我们看见,人在神面前工作的性质有两种。 一种是金、银、宝石的建造。 金、银乃是矿物,宝石是化合物,它们都是埋在地里多时的产物,是需要经过末的过程的。 另一种是草木、河街的建造。 凭天然生命做的功,就是草木、河街的功。 雅各的经历给我们看见,天然的生命如何要受神对付。 雅各的目的虽然对,但手续却错了。 他的目的是要得神的祝福,然而他想凭天然的生命去得着这些祝福,结果神不得不出来对付他。 林前一章末了的圣节,与西伯来十二章的圣节不同,前者乃是指基督成为信徒的圣节,后者乃是指信徒经过苦难,而雕刻出来的圣节是由管教而生的,使神界圣灵在信徒身上组织而成。 这管教的结果,乃是结出异果。 这些异果并非造出来的,乃是结出来的。 所有果子都是自然生出来的,就如果树生果子不必花力气,乃是自然产生的。 照样,圣灵的果子是住在信徒里面的基督,在信徒身上被消化而产生出来的结果。 神要信徒不只有基督的生命,并且在生活中有出自基督的果子。 基督的赏赐就是基督在信徒里面,替信徒活着。 这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四章十九节所说,基督成行在信徒里面,就是圣灵把基督组织在信徒里面,叫信徒活着就是基督。 我要说一点卡廷乔治的见证。 卡廷乔治即旧之乐的住者,有一次我到英国去,那个时候卡廷乔治还没有去世,他已有九十多岁了。 当他与我一起祷告时,一直说,基督没有我不行,我没有基督也不行。 我没有说什么,他又说一句话,这乃是与基督合一的生活,这就是说,他活着就是基督的生活。 只有没有经过主对付的人,才敢大胆地说,众人虽然跌倒,我却不跌倒。 太二六三十三,圣经乃是神的话,但圣经也是保罗的话。 临前七章中许多的话,都是保罗的话。 因为主已经成行在保罗里面,保罗活着就是基督,所以保罗说话,就是神说话。 若要如此,信徒天然的生命是需要受到对付的。